我跟你说啊,这个姑娘可大了,下一次我们一起过来,哎,好的。 你怎么回事呀? 姑娘,是,你怎么怪我呢? 我正在这扫地呢,是你装我身上的。 什么我装的你呀? 你说你扫地,干嘛在这扫呀? 你这不挡着路了吗?你看把我包都给撞掉了。 不是,姑娘,这有树叶,有垃圾,我不在这扫,我去大陆上扫去啊。 别跟我废话,你个臭青年工,还给我降嘴啊,我说是你不对,就是你不对,把包给我捡起来,你知道我这包多少钱吗?你能陪得起吗? 哎,我说美女啊,明明是你装的我,包你自己没拿结是掉了,你怎么赖我呢? 啊,我说是你装的,就是你装的,我告诉你,今天啊,毕竟过来赔两个年,没有两个年,你走不掉。 哎,美女啊,你这太不讲理了吧,你,你这包掉了而已,捡起来不就行了吗?为什么要让我赔钱呀? 这,这不好好的吗?一点都没坏。 什么好好的?你让我这什么包吗?我这可是名牌包,清理一次,唯物一次,再花多少钱吗? 你还用你那手去擦,你这打扫位置的手,多脏啊,擦我的包,我告诉你,没有两万块钱,你休养走。 你,你也太过分了吗?你就一个包掉到地上,而且还是你自己创掉的,你怎么怪我呢?让我赔两万块钱? 你也不想一想,我一个扫地的,我这一个月,一个月能挣那几个钱呀?我,我没有。 你有没有钱,那是你的事情,赔我的包啊,就是必须要赔,没钱,给你的家人打电话,让他送钱过来。 姑娘,就算我,我撞了你,我给你赔不是,对不起,你就放过我吧,我还要工作呢,你让我给家人打电话,他们也没那么多钱呀,我求求你了。 哎呀,现在开始求我了,我告诉你,晚了,这个电话你必须打,要不然,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,投诉你,把你看住。 你怎么还能这样呢?你这不是为难我吗?你为什么要欺负一个情节工呢? 行,为难你,我今天我还就告诉你了,我就是为难你,你必须给我拿两万块钱,要不然,这事咱没完。 我没钱。 哎,你啥意思啊?我要去工作,我要去工作。 这个人撞到人了,现在要跑了,想偷跑。 走,快来看啊,走来看啊,你这干嘛呀,你为什么要逼我呢?我真的没钱。 没钱就打电话,让你们家人来送钱。 我告诉你,只要不赔我这钱,你想离开啊,没都没有。 行了,你放开我,我打,我打行了吗? 这还差不多。 喂,妈,怎么了? 儿子,你快来这人民公园一趟吧,我闯祸了。 妈,怎么回事啊? 你快点来吧,来了你就知道了。 行行行,那我现在就过去,你别急啊。 啊,这一会儿吧,这一会儿就来了,算你识相。 妈,你这电话到底打了没打?这都过去半个时针了,你儿子呢?你人在人呢? 我儿子,他很忙的,也许路上堵车了,再等等,再等等,他一定会来的。 堵车了,你知道我的时间有多宝贵吗?我在这里给你撂开了半个小时呢。 我告诉你,再加一万块钱,至少三万块钱。 三万块钱,少一杯都不行。 妈,怎么了? 儿子,你怎么才来啊? 我抓了他的包,他给我要两万,这你不是来晚了吗? 耽误他半个小时,陪我加一万,他让我赔他三万块钱。 什么? 那个,董事长,误会误会,我不知道这是你吗?我跟阿姨开玩笑呢。 小飞,原来是你啊,误会什么呀误会?怎么无意来成误会了呀? 妈,你说说你,我说说你还在闲着吧,你老是闲不住,出来干什么? 现在约坏人了吗? 小飞,什么包呀?让我妈赔三万? 没什么包,没什么包,是我不知道什么? 来来来,拿我看看,我看看,来嘛,来嘛,来嘛。 怎么想,这没什么,这我也不知道这是你妈,这是你妈,我也没想到你妈都在这做保洁。 对呀,小飞,你呢,别当她是我妈,她就是个普通的保洁阿姨,我替这个阿姨来还钱来了,来我看下什么包,摔得严重吗? 要不我打个救护车送医院去吧? 不用不用不用,我这包不值钱的,听阿姨真的开玩笑的。 你开玩笑,这我妈可当真了呀,你看,这我妈急急忙忙的把我喊过来,就是给你赔钱的呀。 你得跟我说个数呀,要不然我赔你多少合适呀? 不要钱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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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钱是吧? 行,那你跟我妈的账,咱们就算清了,现在,咱们算一下咱俩的账。 董事长,这你就说笑了吧,咱俩能用什么账呀? 咱俩可以有账啊,你看,你在我公司上班吧,我说你都是账吧,也是你老板,对吧? 现在,你被公司开除了,我得给你发,你以前的公司,这不是账吗? 董事长,你要开除我? 对呀。 你不能这样呀? 我为什么不能? 你这叫公贸私仇,你怎么能,我也没发错,你凭什么开除我呀? 你说我公贸私仇啊? 不不不,我呢,只是提点行道。 像你这种人啊,在我公司啊,就是个祸害。以你的人品,我继续放在我公司的话,我估计我的公司啊,早晚会出事。 董事长,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?是我工作,可是兢兢业业的。 对,你在公司啊,是兢兢业业的,但是我觉得你的人品有问题。 你说说,一个保家阿姨,把你的包碰掉了,你却啊,找的要三万。 三万块钱,我估计啊,就是一位保家阿姨的全部公司了一年。 还是你呢? 不说啊,童谨人家吧,你看变美加厉的,给人要那么多钱。 你让人家怎么活呀?人家能拿起那么多钱吗? 这点,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啊? 还有啊,小飞,我们公司宗旨是什么?难道你不知道吗? 我再告诉你一次,我们公司宗旨是什么? 我们公司啊,是秉着,有得无财的人啊,我们可以后天拍影。 有得无财的人,我们公司啊,坚决不用。 行了,咱们的账也算完了。明天啊,去财务,把你公司领了,赶紧给我走人啊。 明天上班,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妈,咱们走。 妈,以后你别再出来干活了。儿子现在有本事了,开公司了,有能力养你。 你看您这,天天在家闲目录,在出这活。现在好了吧? 我也不知道会遇到这种人啊。 行了,以后呢,你没事啊,逛了公文,追老子说话什么的,这儿子有钱。 你过,我养你。 行不行啊,我是个小铅,有本事。 走吧。